大家好,我是奈测 昨天有个东西让我翻白眼 就是某个大陆电视台播报爱国者防空飞弹入屋的时候 把人员的Battery翻成电磁 这下真的非常好心,爱来自磁器 有点军事尝试了就知道 Battery的正确意思是连,炮兵连 跟一般的10-13辆的机部连不同 炮兵连后勤需求大,所有特别编制 我们以俄军营机商务群的炮兵连做例子 分别是两辆指挥车,六辆火箭炮车跟六辆补给车 总共可以有100多人 今天的乌克兰也采取相似的编制 再看防空连,两辆指挥车,一辆雷达车 六辆机动防空车,六辆补给车 这大概是一个SAN Battery防空连的样子 不是三母电磁哦 其实军事用语翻错是司工兼冠的 例如这句,I need a LMG Magazine 不懂军事的话就会翻成 我需要一个新机枪杂志 是一架Magazine在军事中指弹侠 或者这句 不懂军事的话就会翻成 充电 1860年代通过P Charge指的是冲锋 又或者这两个字 Captain Company 前则有99%的人都翻成船长 实际上这个海军指的是上校 而陆军指的是上位 很设计是吧 Company指的是公司 也是指陆军的步兵连 其实这些词啊翻错不是大罪 不过如果是上电视之类的大事话 还是严谨点啊 我们再见 拜拜